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财经地线 让你变成立财Superman 先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 这是我们2023年的第一集的财经地线 非常有意义 所以我们邀请大家在我们的节目一开始 帮我们点个赞 代表你在2023年的时候 已经跟着我们一起开工 那么今天台股的行情呢 说是一个大奇迹日 我认为不为过 因为我们看到早上 原本好像市场很悲观 怎么台股一开盘就跌了100多点 难道今天的行情在第一天就要收黑了吗 但是事实上在我们录影这个时间点 指数已经拉上平盘 因此这个行情是有节奏的 这个节奏在我们2022年底的时候 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 那么这个观点有没有延续到现在 当然有 那么我们今天的节目 最主要是要来帮大家去 看看在农历年前的行情要怎么操作 以及我们自己在带会员朋友的操作上面 有什么样的动作 这些我们来跟大家好好地聊一聊 来分享一下 那么在农历年前 我认为还有很多的机会 是投资朋友可以好好把握的 好吗 所以千万不要忘记帮我们点一个赞 有任何问题的话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OK 今天我们做的动作是什么 空单华丽转生 那么我们在去年年底的时候 就有跟大家聊过 我们认为这个空方时间就是12月嘛 整个12月都是空方时间 在今天我们认为空方时间已经over 已经over 那你说马上就会开始转多吗 这倒也不一定啦 就像我们在11月底的时候 跟大家讲说多方时间over 可是12月有马上跌吗 也没有 所以行情的节奏 不是说只有多或者是空 它还会有盘整的时间嘛 个股啊 不管是个股还是指数 它都需要整理 所以不是说多方时间over 马上就要跌 也不是说空方时间over 马上就要涨 我觉得这个观念 大家必须要先建立起来 行情不是只能做多 或者是做空 你指数也有可能多 也有可能空 个股也有可能多 也有可能空 你的排列组合起来以后 就会有很多种 所以对于行情 我们不需要去做预设 我们要去做的是观察 那么我们今天在大家会员朋友 操作是什么 做了华丽转生 而我们的看法依然没有改变 在农历年前会呈现一个 个股轮动的一个行情 那你说指数上方有没有空间 还真的会有一点空间 可是你说要在像是11月 我们说行情渐入加进 大涨2500点 这个几率我认为是稍微小一点 稍微小一点 个股轮动的空间会比较大 因此在交易的策略上面的话 我相信听完刚刚这样子的说明 大家应该非常清楚 好了废话不多说 我们先来看一下 昨天晚上的美股到底涨什么样子 昨天台湾股市休息 台北股市休息放假 可是美股是有开盘的 而我们在整个廉价的期间 美股虽然在盘中 有出现比较大的波动 可是以收盘的结果来看的话 也算是非常的平稳 像是在上个礼拜五 我们准备开开心心 要去跨年了嘛 那当时的美股 盘中是出现急杀的 有大跌哦 排股的夜盘 也是一度跌了100多点哦 好害怕好可怕 最后收盘怎么样 收上去 在昨天呢 一样啊 一开始的时候开低 可是在尾盘的时候又收上来 我们从盘中的行情走势里面 可以观察到多方的力道 还有空方的力道 在我们这个时候 要把时间点拉到更前面 大家还记得11月底 10月底的时候 我们说行情会渐入加进嘛 就是我们认为11月是多方时间 行情会渐入加进 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观察得出来呢 因为行情的结构 盘中的走法已经出现不一样了 如果你只看收盘 你都觉得这个是小涨小跌 你看不出来它有什么样的变化 可是如果你去看它盘中 是先跌再涨 还是先涨再跌 这两个可能结果是一样的哦 都是小涨小跌哦 但是你看它的走法 先上再下 先下再上 它就表现出了 到底是多方的力道比较强 还是空方的力道比较强 所以我们之前在10月底的时候 会跟大家讲 行情有可能要渐入加进 是因为我们看到了 空方的力道开始减弱 那么为什么我们认为 在11月底要到12月的时候 会告诉大家 这个多方时间over 因为行情的结构也不一样啦 11月你动不动就是 开高走高嘛 很漂亮很舒服 可是你到了11月底12月初的时候 看起来指数没有跌哦 都是小涨一点点 可是他们是怎样 盘中急拉 然后再跌回去 所以你从盘中的行情走法 你真的能够去判断出 到底空方的力道比较强 还是多方的力道比较强 当然这不是靠一天两天就能判断的啦 它是一个趋势 那盘中你还要去搭配它的量价结构 价量结构去做判断 因此我们在看到了不管是在上个礼拜五 以及在昨天台北股市修市的时候 美股其实都是呈现怎么样 先下后上的行情 因此我们可以认为什么 空方的力道正在减弱 这个观点也是我们在去年喔 已经是2022年的12月底的时候 跟大家分享过了 空方的力道会随着时间越往12月底推进 它会越来越弱 那目前看起来我们的看法 很幸运的又正确了 也很幸运的又正确了 好不好 那么我们今天既然这一个行情的看法 已经提前先去做规划 也提前跟所有的观众朋友去做分享 那我们在带会员朋友的操作上面 当然也要搭配我们的观点嘛 这样才合理嘛 我们不能说我们看多 结果我们自己在做空 不可以这样子嘛 所以我们早上在干嘛 我们在回补空单 因为我认为大家应该还记得 我们在去年的12月 12月前几天 上个礼拜我们才跟大家讲说 这个行情啊 在1月初还会震荡一下 1月初还会震荡一下 还记得吗 我们说农历年前怎么样 先下后上 应该还记得吧 农历年前先下后上 所以我们其实在当初规划的时候 就是认为 这个盘啊 我们在跨年之前 手上有一些指数的空单 我们上个礼拜就开始陆续回补了 然后大概补掉了一半左右的水位 大概就是补掉一半啦 那么在我们认为 跨完年以后回来 还会有震荡 那既然还会有震荡的话 你就必须要做什么 要做避险啊 要做避险啊 避险就像是防弹衣一样 你把防弹衣穿在身上 你行情管它怎么震 你看到早上今天大跌一百点 你会很害怕吗 不会嘛 为什么你手上有避险单嘛 你手上有避险单嘛 你就像是穿了防弹衣一样 所以我们早上看到了指数 在大跌的时候 我们不恐慌哦 因为我们手上的避险单还在获利哦 还在获利 可是呢 我们在上个月的时候 也跟大家讲了说 你的空方时间 这个力道会慢慢渐弱吧 会渐弱嘛 节目的一开始也跟大家讲了 说我们认为12月的空方时间已经over 我们讲了这么多的观点 所有的观点是必须要搭配起来 还会形成一个操作 有很多的看法 有很多的看法 这些看法融合起来以后 就会变成一个操作 因此我们在早上什么时候 9点半的时候 有没有 9点半的时候 我们干嘛回补空单 看到台股击杀 有人会悲观 这个时候有人会悲观 认为台股是不是又要破敌转向空头 我们的会员朋友也有问我一样的问题 我说不会 我们的看法认为是不会 这个地方往下杀以后 我们干嘛 获利了结 之前的空单再把它继续回补 大点就补一点空单 大点就补一点空单 把获利收回来 你腾出后面的操作空间 那如果我们未来要去挑一些个股去做操作的话 你才有本金去打嘛 你如果手上报了一大堆指数的空单 那你后面的操作空间就相对的会比较小一点 所以行情的交易跟操作是有节奏的 那很幸运的啦 我们在带会员朋友操作的这一段时间 12月到今天 其实这个节奏我们掌握的算是相对的不错 我们都有踩在节拍上面 所以大家看一下9点半 我们在这里去做回补我们的指数空单 补的漂不漂亮 很漂亮啊 在我们回补完以后 我们发现它站上了均价限 代表什么 代表多方的动能开始出现 所以我们在10点的时候 又再次把剩下来的空单再一次获利回补 我们这些指数型的空单 就是把你的币简单拆掉嘛 把你的币简单拆掉嘛 那你说有没有买一点东西 当然有买一点东西啦 买什么东西 这个我们之后有时间再来做分享 那其实会员朋友的操作跟布局 我们一直希望可以做到提前大盘 提前市场 领先市场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其实我们在整个早上的操作 现在看起来 事后来看的话 非常的漂亮 我们几乎补在最低点啦 真的这个没有在唬烂的 我们真的有时间吧 9点33 几乎补在最低点 所以呢 你说在今天台股走出这样子的行情周发以后 后面有没有机会 真的跟我们在2022年底讲的 先下后上 将会成为真正发生的事实 我认为有很大的机会 所以到农历年前 确实台股是有操作的空间 那大家想要赚一点红包的话 我认为到农历年前都非常有机会 那实际上我们除了带会员朋友操作 我们说过了 我们要照顾所有的投资朋友 所以我们在9点50 也就是我把该发的讯息发一发 该通知给会员朋友的通知都先丢出去了嘛 再来我们9点50的时候 跟大家讲了 我们趁着台股再大跌100多点的时候 再把空单获利放进口袋 也就是说我们其实 虽然我没有办法直接带 所有的投资朋友去说 你去买什么 你去卖什么 这个不行 法规一定不行嘛 但是至少我们在交易的方向上面 我们是可以在群组里面去做分享的 所以9点50分的时候 我们已经跟大家分享了 确实我们在做所谓的空单获利了结 9点50分 9点50分大概在哪里 那两个红色圈圈的中间 那两个红色圈圈的中间 所以其实对于交易的看法 只要大家掌握好大方向 掌握好大方向 你就不会犯大错 你只要不犯大错 你就不会受重伤 只要不受重伤 你未来的机会 你都可以去做把握 我在之前的节目有跟大家分享过 我认为其实在操作上面 重点不是在你做多的时候 你买到的股票到底有多喷有多标 而是在这些风险出现的时候 你能够闪开多少 你有没有去做避险 这个观念我希望是 所有的投资朋友都能够建立起来的 当你有了避险的概念 当你有了对风险的认知以后 其实你就不太需要担心 到底行情是空投还是多投 因为你已经学会保护自己 当你学会保护自己了以后 你只要不受重伤 留得青山寨 不怕没柴烧 你未来一定有机会东山再起 怕的就是你一蹶不振 你不小心一次重压一次重伤 然后再也爬不起来 你只要不要让这种事情发生 未来的股市 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那你永远都有机会 所以这也是我们希望 可以帮会员朋友带来的价值 好的那我们在12月底 我们前面讲了这么多 有一些观点我们都有白纸黑字 我们一定要写出来 不然的话很多人会说 你都只是嘴巴上面说说而已 确实我们在上个礼拜 上上礼拜的时候 12月23号我们就跟大家讲了 我认为在1月初之前 都还有压力 都还有压力 那么农历年前我们看什么 有机会出现小反弹 而且我们要告诉大家 观察的指标是什么 CPI的缺口不能补 你CPI的缺口一旦补了 那个就是转弱 那个就是非常明显的转弱 那我们在12月29号 也就是在刚刚那个时间点 再往后一个礼拜 12月29号当天台股又在跌 又在跌 而且又破底 那我们跟大家讲说 什么破底以后有转机 有转机 12月29号破底以后有转机 确实12月29号台股 来到这一波的波段低点以后 我们观察到了当天的台股 又有多方的动能出现 这个是我们观察到的 那一分证据说一分话 我们看到什么 就跟大家分享什么 你去做太多没有逻辑 或者是没有一些分析基础的 推论跟预测 这些事情是对投资朋友 没有帮助的 所以我们把观察到的东西 跟大家分享 那对或错这件事情 我们就是一样 事后验证 因为毕竟我们能观察到的是现在 未来怎么样 没有人说的准 预测也没有百分之百准的 可是我们可以就 现在观察到的现象 以及数据 来去做出合理的预测 这个中间的逻辑只要严谨 那后面对或错 这件事情就是运气成分 那只要我们努力研究 那或许我们的运气就会比较好 一直以来都是这个样子 所以在12月29号 我们认为破底以后出现转机 有没有台股在这个地方再也没有破底 今天再往下测了一次低点以后 往上拉上平盘 跌了100多点 在我们录影这个时间点收上平盘 还不错 蛮强的 所以我们现在认为 整个观点上面叫做12月份的空方时间over 而既然空方时间over的话代表季线会成为有效支撑 请大家记得哦 涨时看压不看撑 跌时看撑不看压 所以说你会发现什么 你会发现其实在上涨跟下跌的时候 你要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上涨的时候呢 这些支撑它会变成什么 它会变成有效的支撑 你就不太需要去担心压力了嘛 既然它会涨 代表上面的那个压力 它就有机会突破 所以重点是要去看它的支撑 你有没有守住 有没有 涨时看撑不看压 这个东西请大家记得一下 也是我们跟大家分享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说 在现在这个时间点 认为季线将会成为有效支撑 12月的时候 我们都不会说它有效支撑哦 因为是空方时间 可是现在是多方时间 那季线就有机会成为有效支撑 另一个观察的重点是什么 CPI的缺口 左边的黄色圈圈 也真的没有被补起来嘛 所以如果它没有真的被补起来的话 代表行情没有真正的转弱 行情没有真正的转弱 我们就有信心能够认为 农历年前有机会出现反弹 可是你说这个反弹会很强吗 我在节目的一开始有跟大家讲了 你要像是11月那样子大涨2500列 几率比较小啦 几率比较小 所以代表什么 代表个股的走势会出现分歧 这个时候呢 就要麻烦大家挑对股票 那什么样的股票叫做挑对 这个我们未来有时间 我们可以在群组分享 或者在未来的节目上面跟大家做分享 可是请大家要记得 个股的走势将会出现分歧 那既然会出现分歧的话 大家要记得挑对好股 你只要挑对好股的话 农历年前这些股票 他们都有非常不错的反弹空间 那只要真的涨上去了 那大家就赚到了一个红包嘛 赚到了一个红包以后 就可以轻轻松松开开心心 过一个好年 因此我们现在先把观点来跟大家做分享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的把握 农历年前的这一波行情 这波行情是非常值得把握的 那我希望大家如果觉得12月份的行情比较难做 那你也没有像我们一样去操作空单的话 那一定要好好把握在1月份的这一波的反弹 这一波的股票 我认为有些股票他们表现空间 说实话真的不太小 蛮值得期待的 很多的股票现在都已经出现修正 技术指标在低点 想要赚红包真的就要撑现在 那么我们在今年的第一天 2023年的第一天 这张图我在去年的最后一集 也跟大家分享过 其实2022年的跌点最后是跌了4081点 是近32年台股近32年以来最大的单年跌点 当然跌幅不是最大 可是你说跌了4000多点 很多股票也是跌的稀里花 所以很多人会被2022年的行情吓到 但大家不要失望 因为往往在大跌过后的年份 后面会走出还蛮不错的多头 有没有 你看2015年跌完以后连走了两年多头 2018年跌完以后连走了三年的多头 每年都涨20几% 2011年跌完以后也涨了三年 所以我认为在今年2023年整体来看的话 会是一个不错的年份 当然你说这个年里面 它会不会震荡 会不会先下再上 这些东西都有可能发生 所以不是要大家现在就all in 然后一路做多到年底 你中间的行情还是会震荡 那既然行情还会震荡的话 我们就必须跟着行情去做动态的调整 至于怎么调整 这个我们未来的节目上面 每一天都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们观察到的最新资讯 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也都会分享在我们的群组里面 如果大家不想要错过的话 也都欢迎大家加入 上面是我们的like 下面是我们的telegram 那进来里面的东西都是免费的 那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这些分享 来帮所有的投资朋友 赚到自己想要赚到的获利 然后稳稳的在台股的这个市场里面 我们就一起大步向前一起加油一起进步 那我们的团队也会持续来帮大家追踪市场的财经资讯 也会来帮大家解读总体经济数据背后的秘密 那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千万不要忘记在最后帮我们点一个赞 那我们今天的分析就到这边 大家拜拜 wäre好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十八位专家已用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衣�im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布好就是你